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愿意邀请我的深厉感谢中国和中国人 为了领导的年龙的年龙 祝福中国新年 从马克斯的故乡德国特里尔 我祝愿中国人们和所有的中国朋友们 新年快乐龙年大吉 又要过春节 借此机会祝大家春节快乐龙年大吉 为我所有的中国朋友们 为全世界的华侨团体 为全世界的人说新年快乐龙年快乐 我今天为大家有一个特别的意愿 希望大家今天会有办法知道 我是意大利汉学学者 Pietro de Laurentiis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发源地 托斯卡那 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各位的春节快乐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重要形象 龙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年份 希望2024年 中国继续繁荣盛 国泰民安 在西方很多人感觉中国是一条龙 但我更觉得 一方面中国有龙的精神 另外一方面是一位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女士 她的生命力可以为全世界带来很大的祝福 祝福各位中国朋友 吉祥如意 祝世顺利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祝大家春节快乐 龙年吉祥 事业节节发生 家庭幸福安康 所遇上的心事 所遇上的心事 大人线 大人的心事 是全世界的心事 大人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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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分裂的世界 所以我会用神人的文字 来代表我自己对新年的希望 我希望全世界能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 我希望大家这个龙年会越来越发达 这是不需要天的发达 也要知识的发达 我是范迪 祝大家在龙年里幸福美满 新年快乐 我是来自王家的国家书乐 我在这里祝所有的中国朋友们 大吉大利 龙马精神 龙年大吉 幸福快乐 龙年大吉